大毛子喝饱了,我们就去新房子 这几天被新房子装修的事 搞得是一个头有两个大 哪有啥出的,看着随便找一下就行呗 我们这个新房子一共才找了两家工程公司 我老公就不耐烦了 我说今天再看一家,他说的没必要了 我看着都查不得呀 水晶地暖,跑,就行呗 是不是难度这样 这一住住几十年来,哪能那么草率 这个装修公司也是通过我的视频联系到我的 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 不管你通不通义了,这次我当家了 人家在家也认为你当家人 啥都是你说了算 我们家是大事他说了算,小事我说了算 那这个事是大事是小事你说 是大事 但是呢,是大事是小事,还得是我说了算 你不要睡着了啊,大毛三 没有 不说你不睡,一说就闭眼 哎呦,还知道拿着水杯呢 谢谢你 小心脚下 扶着你 我给他听这个话的意思 大事是小事都是你当家,恨你当家人 我这是草醒的命啊 我看有粉丝说没看明白我们家是什么样的户型啊 我们买的是三层的一个别墅,三层四层五层 家里面孩子多嘛 我们那个房间里面没电梯 但是这个里面是有电梯的,直接到三楼 我老公得跑到五楼去开房子去,我们这个三楼的门打不开了 我老公就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啥事都是大差不差就行 我们那天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当时那天下大雨嘛 然后那个房东直接把钥匙给我们了,我们都没有到这个房子里去看 后来一看三楼四楼的门,全都打不开 把那个门也保抢的时候都都得换 那你到时候装修的时候,你不能替脸往五楼跑吧 我们现在去一下物业 找他要一下那个承重墙的结构图 人家那个装修公司说的,如果没有那个图,他不敢轻易的去动墙 再随便问一下这个梅团是,看能不能给解决 好嘞 哎呀,这个小鹿好小哟 大猫子,快三岁了,还让抱着点 累了 到物业了,这物业还蛮大的嘛 没有这个,还帮我们慢慢来 我们买的这个房子其实已经建好四五年了 然后这个物业是又换了一家新的物业 他们没有以前的那个图了 但是人家帮忙去找去了 美国这个建筑框架图啊,还真没法动了 刚才人家说的装修的时候还得办装修手续了 对,挺麻烦的 还真的不知道装修里面竟然有这么多道道呢 图纸也没拿到,先等电话吧 你还说不用再找装修公司看了 散架了,第一家给你要结构图了 所以说一定不能盲目吧 多看一家 设计是一方面,施工干活的又是一方面 我今天发生了一个视频嘛 他装修了两个月,然后他住的是二楼 直接返水了,那个卫生间里面臭的不行 还是不能光看包价 包价片也有什么用 还得看做工,实工 你终于明白了 装修就是七分料,三分工 最主要的还得是看材料 这几天啥也没干,光跑装修公司了 也现在只是 看了好几期的视频 大家都好奇 三层的房子到底有几个卧室 今天带着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就是三楼 三楼就是一个大的客厅 一个餐厅 卧室只有这一个小的卧室 这个卧室还行吧 不算大也不算小,就这么大 这个就是四楼的一个小卧室 其实也是蛮大的 带着一个大窗户呢 非常的朝阳 这个房间就特别的大了 这个就是四楼的一个主卧室 然后一个大阳台 大不大?大 四楼现在是两个卧室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露天的阳台 我们准备也把它改造成一个小的卧室 这个阳台一损起来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大量的楼台滚进住 五楼的这个露天的大阳台也够大的 我当时是想着吧 做一个直播间 粉丝提醒我 做直播间太浪费了 不如把它改造成一个大的房间 这个上面脚床钉 是一个挺大的房间 这样的话就算是五个房间了 这个就是五楼的一个大卧室了 后行和四楼差不多 但是比四楼我觉得要大一点 转一圈 到时候吧 我就带着小四 还有小五 先住在这个房间 一个人有两个孩子 应该够了 够了够了 四楼是两个大方向的 想要为您自由奔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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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您自己选吧 这四楼的客厅也蛮大的 到时候给它打造成衣帽间 你看这边还有个小厨房呢 三楼有厨房吗 四楼都不用了 到时候弄个储物间出来 然后这下面又有厨房 这个地方也有干湿粉 一个洗手台 也比较方便 也有卫生间 这样算下来的话 包括改造了大大小小的房间 才六个房间 要是说一个人一个房间 肯定是不够了 到时候实在不行 就两个人一个房间 男孩子一间 女孩子一间 行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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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